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也是多邊形 多邊形有一個底邊,如果你的多邊形有一個底邊的話 記得先輸入邊,然後再輸入多一個E-Enter E-Enter就是邊,你就從這邊起點給它48Enter 就會有六邊形出來 再來的話,在這邊畫這個對角線,這個應該蠻簡單 比較困難的地方就是說,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它應該是每一邊都有什麼呢?這個弧對不對? 就是有一個弧,兩個弧 這兩個弧做出來之後就環形之力,就OK了 但是這個弧要怎麼做出來呢? 我們前面有講過,弧的構成有起點終點 其實這邊我們不知道半徑,所以沒有辦法起點終點半徑 但是我知道有幾個訊息 第一個我有起點,第二個我有中心點 第三個我有終點,所以你就要選什麼? 三點就可以了,一二三也可以構成弧 底下這個也是一樣,起點 這個點剛好是什麼? 這個弧的中心點,弧也有一個中心點 你只要找到弧的中心點就可以了 弧的中心點,第二點第三點就可以畫出來 那這裡我想,我示範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一樣的方式 看一下,第一個 多邊形,點一下對不對?幾邊呢? 數六,六Enter 然後呢,再來是什麼? 一Enter,特別之後 一Enter之後,低一點 移過來之後,這邊拉水平 48Enter 然後呢,再來就是畫對角線 對角線點一下,這邊到這邊 OK 這邊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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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對角線就畫出了 畫出來之後的話,再來畫那個弧 好,弧的話特別知道 繪製裡面的弧 我剛剛講過有沒有 我知道有三點 所以其實弧裡面有什麼? 三點 所以三點點下去 OK,第一點在這裡 第二點在這裡 第三點在這裡 三點就完成了 再按右鍵,重複三點 第一點在這裡 第二點你會發現,自動就跳出來 因為這個弧本身會有什麼? 一個中心點 第二點 第三點就在這裡 OK 好,這樣的話呢 結束掉之後呢 一樣,環形正列 所以這個地方 選這兩個 選這一個跟這一個 這兩個懸強安空白鏈 然後中心點的話呢 就是這個中心點 其實這焦點 或者終點可以的 然後幾個呢? 6個 所以6Enter 然後360Enter 這樣就轉出來 最後按Enter 這一題就完工了 OK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